Hello 大家好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黃金 最近都很Hit的話題 也有很多人問黃金的追洗店 很多人都看星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說一下 黃金圖到底是什麼東西 首先我們回顧一下歷史 我相信大家也有印象看過電視劇 看過一些古裝片 古代的時候 怎樣去做交易 就是拿一些金錢 逐量金 逐定銀 一些文錢 去做交易金 但是當這些金錢 如果是真的很多的時候 拿出來就很不方便 沒理由推一箱去交易 就會有銀號的出現 銀號的作用就是 可以讓你存放金錢 它就會開花一張收據給你 這張收據就叫銀票 你拿著這張銀票 日後你再去銀號 就可以拿回你之前存放的金錢 其實這張銀票是什麼呢 就等於現在的錢 就是我們的鈔票 現在的錢就是金錢的收據 這張收據 為了方便交易 那些人逐漸就已經 不需要再去銀號拿回金錢 因為譬如你拿著一百萬兩銀 或者二百萬兩銀 我經常聽到 那些銀票是五百萬兩銀 那你沒有理由 載五百萬兩的金 去交易金錢 就變成有這個銀號做了擔保 等於你拿著這張銀票 就可以直接去買東西 這樣就方便了很多 好 那一路慢慢 每個人都是 當大人買的時候 就會拿這些銀票去做交易 那些人就已經不再去銀號拿回金錢了 相信都放在那裡 都很不方便了 做交易 那些銀號就發覺 那些銀號就發覺 他們都不來拿的 那些銀號 那他們就做什麼呢 他們就想到了 那不如就借貸出去 還有一個借貸的業務 那怎樣做呢 就是 跟別人借貸 然後就開一模一樣的收據 開一張收據 給別人 例如之前有人 放了一百萬兩銀票 在那裡 開了一張一百萬兩銀票給別人 那他現在借貸 他可能又會開一張一百萬兩銀票 即是收據給別人 但是呢 這個收據是有收息的 你借貸出去 然後收息 那這個動作呢 就變成無本生利了 好了 那利息出來了 那接著呢 那些人就拿著這張銀票 又在市場上 可能做一些買賣 交易 那變成市場本來 只有一百萬兩銀票 就變成一百萬兩銀票 就變成一百萬兩 就變成二百萬了 那當你去買的時候 去買頭一件東西的時候 就變成多了一百萬的錢 然後流通了去搶那件事 去搶那件事 那件事 那件事就會飆升了 那這個呢 就叫通貨膨脹了 好了 那我們再 那大約明明了這件事 我們再看回 在之前 再早一點的西方的事 即西方國家 那他們又怎樣用金和銀呢 他們呢 之前也是 把金和銀 做到做 可能一些金幣或銀幣 就方便去交易 流通去做 那因為以前經常打仗 那當他們的政府 沒有錢 即是不夠錢 再支助一些公共開支 或者一些軍費的時候 那他們會怎樣做呢 他們就想到一個方法 就是把稅收 例如那些稅收 收到一千個金幣回來的 他呢 就把稅收一些銀 加一些銀 加一些銀 加一些雜質 變成二千個金幣了 那就可以支助到他們的軍費 以及支助到公共開支 那這個是稅息的貨幣了 那如果大家聰明 其實都想到 其實在某程度上 就是現在我們的放水 其實就是同一個原理 然後呢 慢慢的 然後就去 市場一樣 剛才說了 就會多了 很多這些 假的金幣和銀幣 不夠分量的金幣和銀幣 那些東西 物價就越來越貴了 那稅息了 因為貨幣 那到最後呢 那政府 不夠的時候 就不停地去再交易 交易到可能 那個已經是完全沒有金和銀的成份 只有銀 但是就 你可以用一個神金去換一個這樣的錢 都可以的 變成其實就已經很多假的錢 在那個線面上流通 那也都很多 很多這樣的錢 那些物價就越來越貴 那就造成了一個超級通脹的出現 那接著 慢慢的人就發覺不對勁了 那最終呢 可能呢 你買一個麵包 可能你都要用一億的美元 來買到一個麵包 那呢 最終人民是都會發現 純金和純銀 才是真真正正的價值 那如果當時 維持著一些純金和純銀的朋友 那他可能就去換到的物資 或者換到的東西 是遠遠大於你手上拿著的錢 那其實簡單來說 那些已經是沒有用的錢 因為已經發現了 那所以呢 最終就是回歸到一個金和銀的價值 簡單說回歷史給大家聽 那因為都很多的 那我會分三個片段去說 那今天講到第一段 一個片 那之後我會再說其他的 那下個片會說什麼呢 就是會跟大家分享什麼叫金本位 對 還有存款的金本位 到底是什麼呢 那這樣 那如果喜歡這個影片 就按讚和分享 還有希望支持我 可以訂閱我的影片 那我未來都會再推出更多的影片 那今天講到那麼多 下次再聊 拜拜